在整个信仰中都会听到我们的牧师或是小组长教我们要有信心 但是信心是不能够逼出来的 坦若我们的信心不够 整个信仰生活就很难行 因为魔鬼撒旦就是常常打击我们的信心 这里有个小小的分享 身为一个母亲 我最希望看见孩子们能够得着好的老师 好的教导 最近我因为搬家的缘故而让我的老二换托儿所 我对托儿所的要求不是很高 只要方便价格适中 老师有爱心以及耐心就足够了 而老二的新的托儿所就还算是方便以及价格合理 但是我却对他的老师处处有意见 因为我的老二是学习能力比较慢的 所以老师常常跟我说要在家里多多教导他写字以及朗读 一直不断提醒我 这12月他就要升班到启蒙班 必须多多多助他等等 老师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嘱咐我们 让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我的老二是无法强逼他做任何事 我一直相信 时间一到 他一开窍 就会自然而然的得着所有的技能 正当我在考虑 是否要帮他换去一间比较小班的学校时 一所位于非常靠近我的新家的托儿所 就打给我 说明年会有位额 给老二救读 正当我很开心 以为是上帝的带领 将最适合的托儿所赐给我的时候 我才在网上扩知 这所托儿所是佛教主办的 或许还只能供他们吃素 不吃肉类 知道后 我的信心就被打击了 我知道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将老二转换到自新的托儿所 因为信仰的灌输 比起学术上的教导还要重要 虽然我对现有的老师不满 但都不足以 使我将孩子交给佛教团体的机构学习 当我们切身在问题的时候 我们如何的取舍 如何选择那信心的道路 如何查验上帝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知道 纵然老师欠缺一些的爱心以及耐心 但也不至于影响到孩子的整个学习的道路 在我们信仰的整个移植过程当中 若是认定自己要多蒙恩 自然的反应就是会求主加增 我们更多的信心以及爱心 事实上 真求信心的人是先进入神的道 思想直到被感化 之后在生活中要反复确认与实验 直到看见实际能行 心灵被上街的道感化 与生活上靠圣灵的实践都是在求信心的人要细腻经过的 在求信心的过程中 我们也不能超之过急 要走捷径快快的信心 更加不能情绪化 或是寻求一些快感 因为这不会叫我们的信心真正成长 只会最后让我们绕一大圈回到原点 进入一样的问题 我们的信心是虽然环境 条件仍然不变 但我们的信心仍然踏实 不顾不轻易动摇 这样的求信心之路 才能蒙应运 路加福音17章6节 主说 你们若有信心 向一粒皆才种 这是对这棵桑树说 你要拔起根来 栽在海里 它也必听从你们 这个经文要强调的 不是我们的信心的大小 而是要把焦点 转移到我们信心的对象 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信心的大小不在别的 这在于我们对主的了解 有多深 当我们越认识神的话语时 我们才会自然而然 越信靠他 一切的主权 能力 智慧 与爱 都在他里头了 我们还要去哪里寻找呢 我们的生命 还未能得医治或突破之处 是为了叫我们来到主面前 求信心的加添 一个再完美的人 都无法说自己的信心是最大的 因为他只是人 他无法预知前面会发生任何的事 他也不知自己是否有自信心 跨越前面的问题 但一个因自己不得一之处 来到神面前求信心的人 就是一个坦然无惧 愿意顺服的信徒 在信心的加添上 绝对要回到神的道 从神的道得着感动 我们的信心的根基 若是从自己的情绪而来 那么我们会很混乱 那些激励性的讲座 只会给人一种激情 一种鼓舞 使人突然对自己 对人有信心 但我们要寻找那正确的信心 要信对 人和事是会改变的 唯有耶稣的应许永远不变 一个人越是看自己不足时 他才会来到主面前 求主加添信心 这是神喜悦的 也是神会应允的 主是如何加添我们的信心呢 信心是来自认定 与仰望神主动的能力 我们不要关注我们信心的大小 而是仰望神的能力 当我们遇见问题时 不要关注我的信心的大小 乃是关注通过这个问题 上帝要我领悟的是什么 要我突破的地方在哪里 当我看见自己的有限时 才会仰望神的全能 寻求祂的旨意 我们软弱的心灵 就会这样渐渐的被坚强起来 我们的信心就不知不觉被加添了 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信心得加添后 我们仍然要继续依靠恩典 我们要确认到 在世只是短暂的苦难 我们会经历到 但我们的永生永福是不会失去掉的 纵然我们在生活事奉中 面临巨大的事物与挑战 也不被这些压倒 反倒是以自己那现有的信心 来依靠那全能者 相信他能医治 他能成就 最后 我们要看见信心从未离开过现实 相反的 信心却是超越现实的 信心是因为行为才得完全的 所以信心不是只善谈兵 而是实践 要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相反的 当我们习惯依靠神走那信心的道路后 我们会发现 我们不依靠信心走下去更难 最后 信心的加添 必然带来爱心的增长 哥林多前书13章2节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备的信心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一个人若说自己有信心 但却不能爱他的肢体 那么他的信心是虚的 真正的信心 是将人拜往爱人如己的生命 使人在生活 事奉的动机 专以爱出发 盼望我们能求主 加增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走出我们的世界 进入饥渴物浴之人的世界